哎,你好,我昨天预约了,找一下你们医总 往前面直走,左转就是我们医总办公室 好的,谢谢啊 姿野,你找谁啊 没事,你忙你的,这边一会儿再擦一下 你新来的吧 对啊 叫什么名字啊 跟你说了也没用 那帮我洗一下发布 既然来了这儿,这儿眼里有活儿 您说的对,但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谁啊 我是你们医总的朋友,介绍来的 在这儿,光有关系可不行,得有能力 你什么学历 肯定比你高 你见过我们公司医总吗 见不见没什么区别 像我这种人才,去哪儿都得当个主管 不过我可提醒你,我们医总在公司可凶了 很多员工都被他骂,你还敢来啊 我怎么不敢来 我告诉你,他要是敢对我说话大声一点 我就让他知道,我的脾气有多好 这么厉害 你放心 他要是敢凶你,我分分钟帮你搞定他 那我先谢谢你哦 行了,我看你活儿也干得差不多了 你出去吧 怎么,我在这里耽误你事儿了 哎哎哎哎哎,你怎么能坐那个位置呢 怎么,你可以坐我不能坐吗 哎,你看看你这穿着,你再看看你这面相 哪儿像坐这个位置的人 起来起来,这个位置我坐还差不多 你会看下啊,我也会 你会看下啊,我也会 要不我帮你看一下 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同事 军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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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麻烦你了 姐姐,你不是找好了吗 太不好意思了,来晚了 有所点事儿 唐一现在厉害了呀 让我们一大家子等你一个 姐,这么久没见 怎么感觉你发气性变高了呀 可能最近工作比较忙,熬夜吧 这么忙,你那什么工作呀 哦,我先是给别人打工的呗 不像我儿子,研究生毕业 从现在啊,在一家企业当高管呢 唐一,你平时怎么上班啊 自己开车吗 我自己不开,别人开 原来没车啊 我这刚买的辆新车 我那辆破车,要不然借你开开 哎,表妹,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还没有啊 毕竟现在年轻嘛 要我说呀,这女孩子就不能太挑了 太挑了就把自己挑剩了 就没人要啦 唐一呀,你可别多想 这大家啊,都是亲戚 不都是为着你着想吗 哎,你一个也多少钱东西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一看就是好生样的 你什么时候买房啊 哎呀,你看看你那黑眼镜 你买车吗 什么牌子啊,多少钱 佳佳,你最近是不是吃得太好了 你看你的脸都胖了一圈了 表姐,听说你老公在外面找了个小三 你一定很难过吧 表哥,既然有钱买新车 要不你把之前找我们家借的二十万 还了吧 还有一妈 你们家杨阳早就被公司辞退了 哦,我忘了 你们家杨阳 朋友圈早就把你屏蔽了 唐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一点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那你们刚刚有考虑我的感受吗 我,我们是亲戚啊 当然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啦 对啊,还有 我明确有三家公司 月入过百万 车子房子我都有 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这样够了吗 唐一 唐一 我你话呢 唐一 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工资啊 你没多少钱 我一个人面前够有 你那工作要是不行啊就换一个呗 别委屈自己咯 诶,今天这顿随请啊 一会儿猜去完呗 诶,来,服务员上菜 欢迎订阅 нем stay 来 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